在我们已经确认了四个轮子的中心距跟上升长平上升高度的那个位置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转动一下四个轮子能不能一起转动 如果不能转动的话 我们四个轮子的相对位置可能还要调整 那种是微调的 现在四个轮子都能上了 那说明已经调到位了 调到位了以后 我们接下去就要用那个界面上手动 然后顶长平 然后我们长平就顶过来了 顶过来以后 我们把顶上这个压点的位置先把它松开 松开以后 我们就如果是没到的话 我们就往前推 到了的话 我们反正它轻轻压点一下 我们先把有个螺丝先锁紧 锁掉一个螺丝 先锁掉一个螺丝 轻轻推紧一下 然后锁掉一个螺丝 让我们看一下边上是有刻度的 然后把它退回来 退回来 退回来以后 我们把那个刚才锁紧的螺丝松掉 把它往前推三个毫米 那是78到75的位置就差不多了 再上去 OK 可以了 可以了 稍微 稍微 好 可以 然后 接着把这两颗都一起锁紧 锁紧完以后我们还要确认一下位置 对不对 然后再继续把它点紧 点紧完以后 我们看一下 这两颗体跟这个橡皮布之间有没有缝 没有缝 我们基本就完成了第三个步骤的调整 谢谢大家